双北不同调!科匹宣布上班课! 王怒轰,全家都不会投给你! 双北不同调!科匹宣布上班课! 王怒轰,全家都不会投给你! 图记者叶正薰设! 二千零一十八万零七百零四! 马利亚台风来起! 面对台风甲一向共进退的北北基! 六! 年以来首度不同调! 北北基原定! 十! 日晚间共同宣布十一日是否停班课! 经过讨论后迟迟没有共识! 不料新北市甩开北市! 率先宣布停班停课! 北市! 基隆则在晚间! 十! 时宣布正常上班上课! 消息一出! 台北市长柯文哲脸书半小时内遭近万则留言贯报! 掀起网友正反两极论战! 由于风雨未达标准! 台北市宣布明天正常上班上课! 柯文哲也在脸书同步发布消息! 指出台北市政府依据中央气象局最新天气预报资料! 于晚上! 时! 时宣布金! 时一! 日照常上班及上课! 另一规定! 天然灾害发生时! 员工住所与服务处所如其中已的发布停班! 柯! 则得依照该地级与员工停班! 柯! 登记! 柯文哲脸书宣布金! 时一! 日北市正常上班上课! 短时间遭网友留言贯报! 图翻设字柯文哲脸书! 贴文一出! 有如大批网友怒空没风雨要我们放假! 有风雨要我们上班! 民调先调! 百分之十! 很好! 全家的票不会投给你了! 不想选了是不是? 了不起上班! 另外! 也有其他县市的网友调侃心疼北市上班的民众! 对不起! 我嘴角忍不住上扬了! 不过! 仍有不少网友留言力挺! 这种一规定的还是要选总统吧!挺啊呗! 为达标就是不该放! 证明其他县市都只是在讨好选票啦! 不放假也吵! 放假也吵! 放了排风假大家不是一样往外跑! 有史以来最有! Fats市长! 市长我真的好想放假! 但还是谢谢你! 我还是会投给你! 就是支持有魄力的阿北! 根据事实说话! 不用随心北起舞! 他们放的是选举假! 不是排风假! 引发热议! 另外! 住在外县市的民众是否要到台北市上班? 或是台北市民众是否要到外县市上班? 台北劳动局表示,依照天然灾害发生事业单位劳工出勤管理及公司几副要点。 台风发生时,若工作的、居住地或上班必经途中任一辖区首长已通告各机关停止上班时,劳工可不出勤。 更多! Now News 今日新闻报道! 不断更新! 不断更新! 马利亚来袭! 北极正常上班上课! 期限是听班课! 台风假计计了! 马利亚转中台! 横启明! 时间点尴尬难决定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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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